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賣位收聽風雲快信 多謝各位支持本人特別的Patreon 鮑偉聰也是非常之歡迎各位的加入 英國方面 近日我們知道工黨的首相司機營 已經就任了100天 但是民望就直跌 比上一任新衛城離任那時候 事源司機營 財政預算快出籠 一般預料就會加稅 實在無計可施 因為現在英國在西方來說 不算是太強 而且非常之 也不怪異 不怪弱的 他在北約裏面 都是一個軍事實力的大國 但是由出口 是十分之一 但是他都沒有生產力 沒有用 他在北約裏面 但是他就是 他就有一點多的 然後他就有一點多的 整個機關 而且他在北約裏面 他現在是從北約裏面 他就在北約裏面 他就是北約裏面 但他就在北約裏面 他就在北約裏面 他就在北約裏面 所以他就在北約裏面 那些人是很適合的 他說為了糾正 辭任保守黨敵視中國的政策 那藍大衛說 共黨政府一定要跟中國建立正常的經貿關係 希望吸引中國可以來投資 有見及此 現在變成了反對黨領袖 新位成 突然間在藍大衛 中國的前夕就連珠發炮在夏議員那裡問 問了幾件事 第一 現在中國正在對台灣發動軍事威脅 當你司機嫌明下的外國大使去到北京的時候 會不會就此事抗議 第二 如果台海爆發戰爭 你會不會 工黨的政府會不會譴責 這個中國對台灣的軍事行為 第三 就是這個棄辱所在 就是香港人很多可以留意的 就是竟然 新位成就提出黎智英問題 就質問這個藍大衛去到北京 會不會當面向中國領袖 就提出要釋放黎智英 對於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藍大衛就立刻說 其實我們上任之後上一次 我看到中國的外相王毅 這個應該在外面 就不是在英國 就當面向他提出釋放黎智英的問題 這次司機嫌明說 外交大臣也同樣會提出 當然這些是屬於一般人說的打嘴炮 你提出又怎樣 中國會不會理會你 但是這次由於在下議院 是這樣的提出這些提問 在英國來講是一個特殊的意義 因為下議院所有的質詢和言論 都是放在記錄檔案裡面的 第二 就是這次 就是新位成和施己燕 不讓兒童提到黎智英的時候 都強調他是英國公民 所以黎智英沒有在英國長期住過 他的英國公民應該就是在1995年 1997年之前 在六四之後 英國政府向香港發出的 5萬個居英家庭裡面的申請成功之一 但是這次藍大衛去中國 也都被英國的輿論評擊 說你們搞到沒有了路 搞到要向中國叩投 要欺求中國的資金進來 到底你想怎樣呢 這個施己燕的對話政策 一百天上了台 仍然未曾承認 但是這次藍大衛去中國訪問 應該會看得出一個清晰的輪廓 是吧 鮑偉聰 根據中國外交部的消息 已經宣布了這位藍大衛的外交大臣 應王毅的邀請 將會在甘明兩日 在中國大陸進行訪問 這個是工黨政府上台之後 最高級別的官員去訪問中國 會不會有結果呢 這些我們當然要看一看 最後的宣布 不過這次我覺得 講回工黨政府 其實這一百天都風雨飄搖 除了民望低之外 新的首相也都牽涉到一些利益輸送裡面 另外新的財政政策未出籠 不過已經放了風雨加稅 這些對於英國人來說 就算上加傷了 當然在我本身來說 可能也會有些影響 不過呢 最嚴重的資產增加稅 這些對於我來說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我不是富人 也沒有很多投資 另外那些燃料費的飆升 我又覺得大家一起攬 一起受 有些時候我也樂於過 因為我上次講過 這個政府是由大部分的英國人 自己選出來的 而部分的選區是壓倒性的勝利 很多保守黨的地區 被他們狂風掃落葉 那麼最後盈利加稅 和燃料費上升 資產增值稅 不要緊 這些我覺得 叫做 我們經常說 求仁得仁 中瓜得瓜 這些英國人自己受回 那麼最後 怎樣不滿這個工黨政府 我有些時候都會心涼的 那麼去回這個 講回這個訪問中國 如何修補和中國的關係 我覺得都是浪費的 因為 現在中國 根本它的經濟 內部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如果不是 就不用放水引人子 你祈求它還會 投資你英國 這些是癡人說夢話 因為以往 講回保守黨政府 所謂的黃金十年的時代 因為當時 全球的經濟是很厲害的 所以大家 齊齊水漲船高 並不是中國特別關照什麼英國的 那麼現在 全球的經濟 就放緩了之後 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 陷害 這個停頓 要靠印銀子 去振興的時候 沒有可能 怎樣投資 中國的投資的方式不同 就不是說 他不想投 不過他想投的地方 英國的政府 和政黨是不讓他投的 牽涉到一些 譬如說能源 又或者一些戰略的 重點的投資 這些比較敏感 但是教育方面 他就很大力的投資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們對 英國的大學 有很多的基金 或者很多的 資金 有很多的基金 是放進去 當然 背後有沒有一些政治的目的 或者想影響輿論的導向 其實你看看 有些時候 英國的這些報紙 特別是左翼的報紙 都要看到 都是很對中國友善的 還有一些言論 都會挑戰 比如傳統美國的 這些對華政策等等 所以 這次我覺得 這位南大衛 他去訪問中國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成果 也都不會對中國 作出什麼強硬的譴責 因為 在那個議會的辯論裡面 申衛誠是講到明 問問 詩紀營會不會譴責中國 對於一些人權 包括黎智英 被非法去監禁的 種種的問題 詩紀營的回應 開頭都似樣的 後面開始是答非所問 而且不斷的調轉回 就指責回保守黨政府 他們當政期間什麼都不做 搞到經濟不好之類的 發難差行為 而對譴責這兩個字都迴避 他只是說 這個質疑 就是把那個語氣放輕了 所以 這次英國的工黨政府 去訪問中國 我覺得除了拿不到實質成果 進一步可能在國際上丟臉 更加在選民上失分 回來之後民望繼續下跌 所以整個政府 究竟做不做得了一屆呢 我還有一個大問題 陶先生 所以現在英中關係之間很明顯 英國是處於劣勢 處於劣勢也不要緊 但是這幾年 種種的狀況就好像 完全忘記了 大約是十年前 當這個保守黨的首相 金馬倫 有些人稱為Camera 就邀請習近平來英國訪問 那次英國的保守黨政府 是給中國可以說 很著實地滑了一鑊 雙方簽署所謂的黃金十年 那時候就以為 哇 弄了幾百億的 中英貿易的訂單二項書 就以為財神到 其中包括 就是中國聲稱 習近平說 歡迎英國寄宿學校 有些大學的投資 那些投資的意向書 到底落實了多少呢 相信是一個笑話 然後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 就是英國在Hinkley Point 在Hinkley Point 那裡有一個核電廠 輕造的計劃 本來中國是要參與投資 但是在美國壓力之下 就發生了一個核電廠 所以香港在Hinkley Point 那裡有一個核電還要的 第二 就是大家都要記住 華為就是參與英國電信 那個 一些通訊環節的投資 這個也都在美國的高壓之下就要放棄 既然是這樣 中國覺得 你又叫我走來投資 我投資你又說國家安全 聽美國的指令就和我搞定了 那我怎樣和你增加英中貿易呢 是吧 當然了 剩下的就是英國的大學和技術學校 這樣香港人很熟悉的了 近日很多人親中愛國 很多香港的高官 送子女撤退香港這個愛國教育的基地 英國也是首選 只不過現在問題來了 英國的傳媒近日大規模報導 英國的大學是怎樣給中國 就是派留學生和你要交學費 我就給學費來 甚至在幕後中國政府 就把中國的大學都捐獻給包括劍橋在內 那些大學就變成了一個政治的滲透 滲透到很多英國的名牌大學 由於濫收中國學生 搞到整個大學校園 裡面的那些國際海外學生 就是中國人講普通話的那些 此起彼落 曹圈巴幣 就佔大多數 搞到整個英國大學的質素會下降 因為搞到那些教授沒有心機教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中國留學生 是根本入學那裡 已經是英文不行了 還有他們的學歷是很難追得上去 當然不是沒有聰明人 聰明起來是非常聰明的 但是絕大多數很多人都很平庸 香港如果近日知道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 都相繼踢爆中國的留學生 是遞用假的學歷 還有假的中介公司 是讓那些人走進來港大衝突 讓香港特區警方掃蕩抓人 那你香港也是了 那就英國更加了 那些左膠是盤踞大學校園的 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多多益善的 還有那些左膠最怕的是自己是被人說做不做歧視 所以很多中國留學生的三五成群 是進來的 學又不回來 那或者是英文和其他的學習的能力 又未能夠追上 開一眼睛就閉一眼 都是知道這班只是財神 那就搞到這些大學 那個國際的聲譽就下降了 我舉個例子 劍橋大學做了一件事非常之辱孫 姦姐一對中國被指為叫姦夫入 中國內長秦剛 和他的情婦就是傅曉田 傅曉田竟然可以捐一百萬英鎊的時候 可以在劍橋大學的休根二學院 拿到一個花園的命名權 就叫做傅曉花園 劍橋大學多了這一份和多了這個名字呢 我認為他五百年的聲譽的招牌不用搖 這個劍橋有志都是這樣了 你說其他的大學可想不知 所以近日香港有一些在英國的KOL做了一個統計 就發現英國的大學四位呢 聽到那些普通話 進去全部都是中國人 我認識一些朋友 譬如進去了英國倫敦大學某間學院 是倫敦大學來的 名牌來的 我一上課發現整個課室超過一半天是中國人 這樣也不要緊 他們吱吱吱吱說普通話 還有很多中國學生一坐下來就打開電腦 那些教授 講師在講書的時候呢 派發的教材和電腦 立刻用Google Translate 將這些英文譯成中文 因為原來他們不懂得聽 是吧 那就走一條捷徑 所以你坐在那個Lecture Theater 那個課室的後面 居高臨下 看到很多中國留學生拿起的Laptop 打開就自動轉這個Google Translate 用電腦的翻譯 將教授和港式的英文 教材等等自動譯為中文 這樣就探為觀止 為什麼呢 原來這是英國的大學 在中國附置一個英語的入學試 類似美國的托福 一個叫Isle的英語的考試 在英國的總部滲透買通 令到最近的那些試題 在考試前幾天 已經在大陸很多的考生知道了 以及這個Isle的英語入學試 在大陸的很多指定地點做市場 結果很多中國人就找一些其他人想去頂替 去冒充 所以他們拿著的英語的成績 全部都是假的 搞到英國的大學現在又不敢出聲 因為一掃蕩 好像香港那樣 他們就怕沒有了生意 導致很多英國的大學財政出現問題 這些就是醜物 導致英國的教育產業一落千丈 這個名字和形象全臭 中國是很現實的 大家也知道了 進到英國的大學 你自己是中國人 左往右往看看多不多中國人 一多中國人覺得這間學校有空大有限 最好去一些沒有什麼中國人的大學 在現在的現實環境 就是這個perception 這個感覺又錯誤了 所以簡直四個字叫做一探圖 在這個劣勢之下請問 現在這個藍德偉 這個黑人的外交大臣 還叫做非洲裔 在中國人的習近平和王毅眼中 會不會看得起他呢 所以西方的左膠就是 他一直在國內大愛包容 他不會理會英國的敵人 尤其在遠東 包括俄羅斯 如果你習慣找一個叫做印度人 或者黑人 這些做外交大臣 出於某種的 我不可以說種族歧視 在文化上一定是輕視你 所以這次來到 我都不知道是想怎樣 是吧 喂 又想中國多派一些留學生來嗎 喂 習近平早已說過 中共要抗拒西方的文化價值觀 是透過留學產業和影視的產品 滲透中國影響下一代 說了很多次了 你英國駐北京的大使館 都應該知道有沒有翻譯 是成為中國的戰略 告訴英國政府 是吧 沒你份的 因為你又不像德國那樣 是盛產汽車 又不像法國那樣有紅酒 人家法國一下都在中國 建了五間實驗室 處理包括在武漢野生動物市場 那裡出現這隻所謂的 新冠狀病毒的問題 那你英國有沒有這些設施向中國出口呢 是吧 沒有的 沒有就變得很尷尬了 難道你那些BBC 電視片集 Netflix 那些什麼皇冠 The Crown 那些 中國 中共會買你嗎 當然是不會了 現在老集是不會讓中國下一代 是看英國的電視和電影的 所以這個藍大衛 其實他兩手兇兇 相信也是兩手兇兇 不過中共 王毅自然是可以哄到 這些完全沒有經驗的外交大臣的新手 就以為自己做粗東西 是吧 好了 講了這麼多 就要研究 新委成叫他提出黎智英英國公民的釋放問題 相信王毅面帶冷笑 聽他說 說完之後 我都和王毅回答 第一 黎智英是一個反中亂港 以及嚴重違反港版國安法的罪犯 根據《一國兩制》 他現在正在香港接受審判 審判尚未完成 這些一切是中央政府不會過問的 因為我們要尊重香港的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而這個國安法也是港版國安法 是吧 所以一句話就撐回頭 還會說香港是一個有法治的社會 你不要開聲 走來干預 一句話就不會再拼嘴了 因為你也知道拼嘴也是沒用的 是吧 不過這樣 在現時這樣 為什麼兩個在那裡扯貓尾呢 新委成為什麼突出 問和施紀賢也回答 他言下之意呢 他也沒有說到 黎智英的問題向中國叩頭 是吧 如果我施紀賢是怎麼回答 新委成呢 我說 我的外交大臣去到北京呢 是本著我們英國人權和香港的問題一貫的立場 是絕對不會開口 叫王毅通知香港的法官 是重判黎智英終身監禱的 你放心 他可以用英式的幽默地回答的 是吧 所以他咦咦咦 也算是這樣的 這些大家都知道叫Lip Service 叫做嘴唇的服務 叫口口的服務 這些話其實都是去到誰的態度 我已經說了 說了他不放人 或者他重判 無關我的事 我同事希望還有一些銀子過來 還有什麼雙方的貿易協議可以簽 他口口聲聲說 也要中國合作什麼氣候問題等等 這些我們都知道是廢話來的 中國是不會跟你在歐美合作的 我為什麼要跟你合作呢 你現在不是同一個脫歐嗎 是吧 你現在不是在制裁香港的特首嗎 是吧 你用我合作單 我就開個條件了 第一 取消對香港特首 或者香港政府 說你沒有制裁嘛 你要向美國要求 取消對李家超 林鄭月娥等人的制裁令 第二 立刻取消BNO 將去了英國的BNO人士即時獻 這兩樣老老實實 英國是做不到的 也不會做的 所以英中之間的貿易貿易很複雜 但其實在最後 當你秉持著Follow the money 遵循金錢利潤的遊走原則 確實是這一次 外交大臣去中國之行 我認為多多少少 都很浪費時間 是吧 不如我們看看歷史 如果指以中國的投資 可以令到英國的經濟好轉 那就失誅交臂了 因為在剛才你所述及 在2015年的時候 習近平訪問英國 當時的首相金馬倫就說 當是一件大喜事 你提及的核電廠叫恩克利國核電站 當時中國承諾是投資三成 參與興建項目 而且不止的 還有後來他想參與的晶片廠 等等的一些戰略性的措施 但是因為隨著英國的國家安全和投資法啟用之後 於是這些關乎國家安全和戰略的投資全部被否決 前後有八項那麼多 其實當初聲稱簽了150個工作合作協議 以及牽涉300億英鎊 這些大數來的 其實到時候應該想窮都難 但是看看2015年到現在2024年 工黨政府剛剛才上台 即是說期間全部都是保守黨 金馬倫簽了的單 那麼這十年 英國有沒有好過呢 英國有沒有一步一步的經濟發展呢 當然是沒有啦 一直是一年比一年差 除了那個通脹 你可以賴烏克蘭戰爭的 但是內部的這些內政 市政 其他的通脹問題 全部都是越來越嚴重 如果不是工黨就不會上台了 換句話說 我們回顧歷史在2015年的時候 習近平訪問英國 天奶的喜事 簽了300億 那麼最後 其實是對英國來說 這十年已經是交了功課 就是完全並無實質意義 好像中國外交部評論這個中英聯合聲明一樣 就是說 只是打嘴炮 或者大家簽下的東西根本不能夠實現 因為中國要的 正如我所說 它要的是拿你命的措施 包括核電廠 晶片廠 甚至任何一些戰略的措施 那麼戰略的企業 這些是不能夠給中國投資的 反過來 你想它投資的 可能是一些民生 一些很基礎的修橋保路 又或者叫它放多些遊客進來 留學生 但是這些會牽涉種種的問題 最近 譬如說倫敦經貿辦牽涉的間諜案 或者是其實剛才你所說的留學生的造假問題 這些中國是很願意投資的 或者願意參與的 但是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 又或者是治安的問題 這些種種其實是英國的社會付出的成本 無形中是更大得到的好處 所以你不要當中國是傻了 你訪問中國王毅 除了給你面識之外 他都會跟你開條件 以及他就算肯投資 他只是投資一些雞毛蒜皮的地方 而且換來的 他是要求很多政治上的好處 或者道德高地 所以整個訪問根本是浪費時間 而且只有兩天 只要是見王毅 會不會見李強呢 這可能是有些機會的 但是其他的單 我相信一張都拿不到回去 這個就是我們今集 大家很開心 我們唱衰英國了 英國現在自己拿來衰了 我們講事實 看看兩天 第一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不會見英國外交大臣 但是中國國家主席是見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以及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這個沙利文的 第二 相信習近平要見這個南大委的時候 習近平可能會產生的錯覺 就以為南大委剛剛是代表 那五十多個中非合作論壇的 非洲某國家的外長走來要錢 你也知道 近日 習主席非常之繁忙 在北京主持這個中非合作論壇 在一下子 見了很多個 五十多個這些非洲國家 看見 眼前是一片昏客 烏索 現在又離開了 他還沒離開嗎? 上次不是來拿了錢嗎? 現在又回來拿了錢嗎? 可能會罵王毅 你不放烏龍 放棄這樣的東西進來 這個真的很難說 是不是? 我現在想起1792年 馬格爾的士團訪華 現在就是類似 雖然現在的英國沒落了很多 但是你面對的是一個乾隆的皇帝 十全武功 現在差不多 習近平 和乾隆差不多 快想平定西北 收復台灣 他經常有古裝片 都吹噓的 或者不斷重播 或者乾隆的風功偉績 收復台灣 都是接下來有一套電影想做的 現在英國的外交大臣走去 其實差不多 到時候最後都是碰一面灰 告訴你天朝大國 我什麼都有 不用管 我不會來投資 你快點回去吧 一樣 自己拿來衰 幾百年前試過的 現在又來一次 現在的 就是釋放黎智英的問題 最後說龍天正 香港很多人關注 這個是不是沒有轉機呢 我也覺得未必 因為現在黎智英的問題 已經不是英中之間的一個問題 而是美中之間的問題 雖然黎智英是英國公民 所以 一問一答 我覺得有點離奇 為什麼在英國國會 英國的首相 新衛城 提出黎智英 在他任內 他沒有提過 然後就向 C幾言 C幾言 也說黎智英的問題 這個呢 就是中方 放不放黎智英 或者黎智英 會不會得到輕判呢 這個又視乎 現在中國會出現什麼變化 中國出現什麼變化呢 就視乎美國對中國的壓力是多少 現在中國眼中 你不會把你英國或者歐盟放在眼裡 只會尊重一個敵人 這個就是美國 所以 這個 習近平剛剛好 在星期二 就向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一個頒獎 萬彥就無緣無故致賀信 這個賀信呢 就是突然間就說了 他說中國開放的大門子會越來越大 但是中國願意和美國做夥伴、做朋友 這句說話呢 很多人呢 就將他斷章取義 就說現在習近平有轉態 其實就不是 現在這句說話可以說 是故意說給你英國聽 我的門戶就越來越大 是吧 我中美合作呢 我就有越來越大的期望 做好夥伴、做朋友 但是沒有說跟你英國做 這樣就說給美國聽 就引到你英國可能的心 就更加是恨仰了 習近平說中美關係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是吧 兩國應該成為對方發展的助力 而不是阻力 這些呢 就是說給美國聽的 所以呢 所以新衛城提出這個黎智英的問題 施己言又回答 他是英國公民 英國呢 表示很關注這個也說給美國聽 所以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 那些波有時候猜來猜去 那這個視乎呢 美中關係 在美國 比如說Donald Trump如果回來做的時候 黎智英會不會有轉機呢 這個我不敢說是沒有的 因為現在黎智英是一個 香港第一號的政治犯 他的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 就不是香港覺得法治的問題 是吧 這個呢 就要看多一兩個月或者甚至看多半年了 有很多東西是很微妙的 在外交方面的事情 是吧 說A就未必是說做A是做B的 是吧 然後做B的時候 A可能又說了 變成C和D 這些很微妙的變化 我想接下來會看得多些的跡象 是吧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風雲快訊》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大家 請繼續支持我們《風雲會》 你也知道 現在香港 都是叫做Trouble Water 既然我們找到一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 都值得 走一走這條橋 我希望 很快有機會 我和你 就成為 在海外和香港 很多 身處Trouble Water 的朋友 和他們搭一條橋 令到他們成為一種偉籍 是吧 省下眼 這條橋已經走了兩年半時間 《風雲谷》的訂閱人數已經超過了40萬 感激海內外的朋友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 為了回饋大家 我們已經進一步加強《風雲谷》的內容 現在逢星期一至五中五十二點 都會有《風雲快訊》 等大家吃緊眼的時候 都可以一覽天下事 而逢一至六的晚上十點 繼續有《風雲谷》正片 逃生和爆Sir會議輕鬆的角度 和大家否釋各種大小議題 還有收費會員專屬的《風雲會》 和大家細細聲密密談 現在就來看看最新的精華片段 以前的香港人那陣過來 有決心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一個政治決定 我大膽說 司機嫌現在這個搞法 他是一個夠落手禁辣的人 對他自己沒有好處 因為他完全不提起這次暴動的原理 相信國際交易都很注視 《黎智英》案和《四十七日案》是怎麼判的 我們那時候預測到 跟著發生的一連串不幸的事件 不是先知 只不過是少少歷史的經驗 和一種判斷 就叫那些人不要繼續下去 見好就收 盧袋有用之心 盧袋有用之心 在某種程度上 《十步攬炒》 現在正在實現 我記得你一集 突然間你很認真 去反問 我忘記了前面 你是反問 你們現在是革命嗎 是革命 早點出聲 你告訴我 真的革命 因為一定踩到中共的尾 他一定會移動 因為在他的歷史 和他的政權的經歷裡面 革命就是要拒絕 是啊 是他壟斷的 是啊 中共就是因為你去完足光晚會 有禮貌如秩序散場 每個人上班第二天 他才被你搞了20年 《蘋果日報》繼續出英文版 去報導和高調去評論 2019和2020年的事件 就是拘捕這些 讀黎智英的短訊 他說馮興乾建議 是扮演一個英文版的《蘋果日報》 而且是叫美國的國會訂閱 我認為這個主意很好 你們去參照執行 就是英文版 害死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盧峰 其實他不是幫助劉細良的 他早就叫劉細良出來道歉 他說劉細良做得錯的 甚至他說到就算你適合都沒有用 因為那個人是九十幾歲死了的老人家 小生的立場很清楚 最好笑就是陶傑、劉細良 結成同盟 他們要為故宮 四個大台 四大KOL 他們要為自己的利益 這個不成立 你都愚蠢 那時候 無線 需要和麗的結成同盟 兩者來說 無論我幫他 或者踩他 都是對這件事 是沒有任何的作用 因為我的身份問題 所以我這件事 為什麼 我一直不評論 你死了 是吧 新泥新豬肉 你不要以為你的樣子 長得好像MIRROR 或者姜濤 那些肥肥白白 這麼可愛 那這個 死人馮智晶 他的優勢 就是他的樣子很討好 你知不知 你用20點 你又是想把這件事 繼續loop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加入豐文匯 以及屠稱爆炊的PATREON 記得一定要登記做付費PATREON會員 才可以看著屠生和爆炊分別不同的專屬內容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屠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之中 我們仍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我們都會看到前面條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對風雲谷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再會